小慧顾 现在一本参考书这么贵了 剩下的钱也就够买包蜡条了 你 你要干什么 我的参考书 别喊了 根据研究 声音并不能减少痛觉 昨天晚上可是去了15次厕所 也没有把你那什么情绪宝石给拉出来 那宝石到底是什么呀 情绪宝石就是能放大情绪转化为能量的宝石 失控了会让人变成妖兽 你听说了吗 隔壁班的小宝昨天刚被参考书妖怪抢了 是吗 这都第四个了吧 你说今天去 那妖怪还在吗 怎么 你想让那妖怪把你参考书也抢了吗 就不用写作业了吧 怎么可能呢 作业什么的无所谓 我就是想知道 那妖怪到底是喜欢我这套作文大全 还是我这套数学题想解 你的娘的真是个天才 喂 这该不会是你说的妖兽吧 可能率80% 那我也会变成妖兽 是第一 大哥 鸡大哥 你一定要帮帮我呀 我是G 我是小精灵 帮助你也可以 前提是你要帮我收回宝石 空爹呀 你说这么大个城市 我到哪儿去给你找宝石呀 这不是大海捞针吗 我的宝石雷达 会接收到宝石发出的能量信号 可以找到宝石碎片大概的位置 哎 前面排了好长的队伍呀 发生了什么 有宝石发出的信号就在前面 走 我去看看 别急 别急 一个一个来 一个一个来 都排好队 妖怪大哥 你看这本小学生难题全解 昨天我妈刚给我买的 封套都没拆呢 参考书 拿来 好的 您拿好了 快快 帮我拍个照 我要给我妈看 书可不是我弄丢的 是不可抗力 Nice 好了 好了 下一个下一个 还要别人等着呢 这就是你说的妖兽呀 这也太惨了吧 是你们小学生奇葩太多了 参考书 你们不能有参考书 不好了 参考书太多 让妖兽的情绪崩溃了 他马上就要发狂了 快朋友 这下该怎么办 你去祭拜他 然后回收宝石 我 你没搞错吧 你看看他的胳膊 比我的腿都错 你融合了情绪宝石 你的能力比他强 要相信自己 面对恐惧最好的办法 就是直面恐惧 Oligate 这你都会 你做完抛厕所的时候 我刷手机是学的 行了 闭上眼睛 将猪一力集中在手上 跟着我念咒语 咒语 关猪就会变强 点钻就会超凡 关猪就会变强 点钻就会超凡 粉丝们把你的力量借给我吧 粉丝们 把你们的力量借给我吧 苗的瓜变身 真的变身了 这咒语槽点也太多了 行了 别废话了 上吧 接招吧 1 2 4 4 感谢观看